我今天分享如何逃避情欲的试探 先讲过我们一定要性结 非性结是无文杰主的 让前书讲过你们要性结 因为我是性结的 先打开创世记第39章 六节开始 创世记第39章 我们一起读第六节至到第十二节 歌提反掌一切所有的都教在若失的手中 除了有自己所谓的法 无非任何一个字 若失愿留守亚俊明 这时以后 无非是被人的妻子 以往属所成群的心说 亦被我通真白 一失不重 对他主人的妻子 看下一切家务 我主人都不知道 他把所有的都教在若失去 再这两个家里有没有大力 并且他有一个大力量不交互 只留下你 因为你为你事 创世之所 我曾经作者在若误 一失去一生 后来他天天和日失去 若失去不停重亚 不愿意大附争 也不愿意大附争 又拉之泰泰衣裳 理念和同寂室 若失大衣裳 丢在府人首里 考虑到我给你缺了 多谢大家 我想来讲讲 在这里 波提反就是 太太看重若失 就觉得挺帘子 就想摄入她 若失不停逃避她 我們見到之後他連衣服都不要 他愛意都不要,是立刻逃跑的 這個就是怎樣去 其實英文是飛跑 FLE是指,飛跑是FLE 是指,什麼都不要 不要理了,馬上衝出去 我們就是以這種心態去逃避 以及一切的所有性的試探 只要一件事是對 就是在一乱一女,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的文藥之下 就可以其他一些的分歧性行為 分愛情,手淫那些,同性戀 全部都是淫戀的 我們記憶圖怎樣去逃避試探呢? 首先,我們就要很小心我們的眼睛 看什麼 我們眼睛是否經常看了一些不太好的電影呢? 又或者,我記得經過經過鋪灘 看到一些雜誌這樣呢? 我們眼睛會不會被吸引他呢? 我們會不會聽到一些 聽到一些東西呢? 又或者不是太好呢? 譬如,不單是看電影 還是會在生活上的東西 是立刻一些不認識主人 他們說了什麼都會聽到 甚至連都會被感染到 怎樣可以在這個末後日子 是充滿淫亂的世代 可以站得穩 尤其是現在是面對著 最近我去了培靈會 跟著新加坡的牧師 他就說 這個調查組 在新加坡教會 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弟兄 是有上色情網 或者看色情可問的習慣 超過姊妹 都是百分之二十 所以這個問題呢 不單單單在一些 不認識主義的人身上 還是在教會之內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就覺得 其實現在教會 就未必真的會去 十分之說這件事 其實我相信這件事 其實挺嚴重的 今天就想分析一下 我怎樣自己去 所以先不要中了 仇敵的圈圖 不好意思 今天有點固定 緊張 那我就 剛才我約束房 他就說 OK 我就連那個外衣都不要了 那我就要去深探 因為他怕得罪神 他怕得罪神 我怎樣可以得罪神呢 那我自己的曾經 都試過 有一個網絡 仇敵的網絡 那就是 幾個月之前的事 這樣 OK 那我就為主打佛醫生 去傳福音 然後想一想 我之前的男朋友都還沒信 那跟我傳一下 這樣 那我傳一下 那我傳一下 那其實我跟他傳過 沒有東西的 我一心想著 傳福音 那麼簡單 然後 見他的心境眼 我沒有理他 有一晚 他就很晚 就會打電話來 OK 打電話來 然後 他就說 這麼晚 打電話來 我不想聽你的話 其實我沒有理他 因為他已經好事了 而且他不懂得當 然後他就想 OK 就不理他 然後 之後 看到他的訊息 看到他傳來的訊息 他就說 為什麼我會收到這個訊息 然後他就說 噢 訊息說 I want to know God 我想認識神 但如何 怎樣 然後我就覺得 咦 可能是收割靈魂的時候 不要緊 先收完靈魂 先睡覺 是不是 我想收割靈魂 還沒有睡覺 今天已經 一早預備了一個 決節討告 打算跟我討告 OK 然後 他開始是OK的 問他有關於信仰師 我都要有問 我都要有回答他的 我認為如果他真的認真地尋求信仰 他有問題 我會回答他的 OK 雖然是好事了 這樣 開始其實沒有問題 覺得OK 這樣 接著不如這樣 要是你打個心 跟我做討告 叫做討告 我講一句 他講一句 OK 誰知道 那一半 講到一半的討告 未完成 就開始有問題 接著我 你愛不愛我 你愛不愛我 這樣 像男朋友 你已經結婚了 有個兒子 有個兒子 這樣 然後我心想 很不對勁 很想收割 只是想 快點 這樣 完成 我的討告 然後我立刻說 我不愛你的 我愛你得罪神的 這樣 之後我已經很想去 修善了 這樣 但這個情勢不是很穩定 我暫時先穩定情勢 之後就盡快地修善 之後呢 就不會再聽電話 我不會再聽電話 但是 我有位討告 我有位討告 OK 還有 我是要奉主的名 去斬斷一切 是不屬於神的運氣的 跟他在一起 又不想跟他有任何關係 我猜不到 受敵人是這麼奸 是會利用 傳福音 這些好事 是會令公 比較 網絡 比較哄你踩 他會比較哄你踩 如果我講的話 都講話 是怎樣 如果我稍為是 沒有意識的話 我就會 結論受到網絡那裏 我真的非常之 我們 這次的事情之後 我就會更加 更加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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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 做一些 是為主做事的 傳福音的話 都是有個意識 有個意識 有個智慧 要怎樣去做 怎樣去做 不會令到 看起來好像好的東西 跌倒到網絡 都不知道 之後呢 就不理他 只是說 行 你想去找神 我給你一個電話 這個傳道來的 給我大兄找你 找你 不要再叫我 不要再叫我 那就不會 所以在這方面 我就會謹記 去過了上樓 而神都給我知道 這樣 這個是一個 試探 這個是一個試探 那我就 都是感恩的 給我知道這件事 學到些什麼 我們真的要求神 去保守我們 有一個 主通文 不叫我們遇見 試探 求我們撤離 兇惡是非常之重要 除了我們有個意識之外 我們還要必須 求神有個保守 不要為自己 製造一個不利的環境 譬如未婚的大兄姊妹 我本人覺得 不適宜去單獨去旅行 就算你說 佈兩間房都好 我覺得是很不適宜的 因為這樣是為自己製造一個網絡 自己製造一個環境 是很容易被一個有為自己的意識來剝藥 你不要跟自己說 OK的 沒有問題的 都是我的意識來救 不會的 是應該盡力避免的情況發生 是一個避免的 而不是說 不要緊的 到時候我們有一個OK的 是不OK的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在這方面跌倒 這方面跌倒 那 另一個case就是 我想分享 就是 有一個傳導人 我不知道 有一個傳導人 她跟一個 結婚的又是 單身的女士去傳福音 約了她去一間餐廳 那裡 真是真是 亂說了 這樣 捉住本屬靈的 世屬靈的世規則 這麼小的本 跟她兩個人排排坐 然後在一個很暗的燈光 可能暗過這裡 去跟她說 這個 說明的故事是什麼 然後她相信了 那個傳導人很開心 立刻抱著她 哇 就是 我會覺得 不知 怎麼跟那個傳導人 怎麼跟她太太交代 因為 你自己可能 這方面 她 我就會認為 都不知道 之後會怎樣 但我就覺得 我怕她 怎麼跟太太交代 因為都會覺得 嗯 為什麼突然間 你抱著那個 另一個女人的 雖然她相信了 你很開心 所以都要避免 這個情況之下 你是自己一個 以婚也好 你同一 以性去傳福音的話 OK的 因為我自己都會的 但我是在公開場合 在街上 在街上 但她不是 所以大家要有一個 有一個意識 就是怎樣可以避免 這些環境 去環境 令自己可以避免 一些視察 大惠王呢 就是因為 她沒有 她見到拔時巴 覺得她很美 然後她沒有阻止 自己看下去 所以我們是要 不要令自己再進一步 因為試探 其實是一個方言 手敵就說 不要緊要 望下 望下 望下無所謂的 望下無罪的 但其實這個試探 試探並不是罪 但如果試探 你讓自己容易試探的話 就會變成 你聽到手敵的說話 一個方言 都好像 香港很熱的 七、八月 有時見到一些 男士這樣 沒有穿上衣 我見到我 就馬上看 我不會蒙 因為就是 但是不想讓自己的眼 再看下去 再看下去 所以要保守 但可能就是 因為見到拔時巴 她漂亮 然後她沒有 立刻沒有力 轉頭 即是犯了奸人 又犯了謀殺 搞到她自己的家族 她自己的兒子 這樣去 她自己的兒子 追殺她 然後她另一個兒子 就去到 強加她的 會不會貪馬 所以我覺得 你犯罪一定 會有效果 甚至是想去保守我們 不希望我們 去 被仇敵 拿走我們的祝福 因為仇敵 就是來偷視 實害毀壞 第一 我欣賞你 因為這個比較敏感的題目 你又有動力和勇氣去說 因為很多人都會怕說這些題目 但這是一個很實際的題目 我想問 你在分享過程 你自己覺得如何 因為今天 看到 因為平時我們私人生 會不認識一些人 所以其實我今天都是緊張 因為今天看到 都是十多位 如果提醒去 其實都會 而且今天那個題目 其實為什麼要說 因為我覺得這個題目 其實應該說得多一點 對 尤其是 我自己沒有什麼決定 我都沒有覺得自己是什麼 但我只想分享我自己的經驗 OK 非常好 有這個心 非常好的 那 在過程中 我又想問你 你覺得 聲音上 或者平時我們在房間裡 可能比較大 你的聲量 這個是不是你的正常聲量 還是 你可以再大一點 你覺得 都可以再大聲一點 是不是這樣 可以 大一點 因為我們後來有時候聽到 但有時候又OK 但有時候又OK OK 那 講過內容 這個內容 就是 你講到 這個聖經的例子 即是經文 然後 你講到 你自己個人 講到 有傳呼音 即是那個傳呼音的情況 又有這個 這個 南傳道 傳呼音的情況 這個內容 都是用一些提醒 即是一些事可以發生的 我又想你想一想 這個主題 怎麼可以用神的恩典的角度 和神的幫助的角度 即是 你現在所說 我們留意些什麼 不要做什麼 神的恩典在這件事上 可以怎樣推動我們 你想一想 這個題目 在內容方面 這個題目 怎麼可以帶入神的 祂的屬性 祂的恩典 所以 是不是就是 法養神的成績 是的 即是說 你所做的 基本上是 講一些例子 又提醒 基本上 我會說 是律法為主 叫我們不要做什麼 但是那個恩典 推動人 去遵從 你想不想到 這方面 可以怎樣去發揮 可能你突然想不到 我代你說一些 如果你想到可以說 第一 就是 神是很聖結很美麗的 所以神 就是 祂本身是充滿聖結 祂很想我們 有聖結的關係 我們就能夠和祂有好的關係 並且 我們的生命都發揮過 即是說 如果我們保守自己 潔淨 不是一個污衛 將來我們婚姻得福 神是很想能夠 祝福我們整個人 祂的恩典已經臨在 而我們活在聖結和和神有的關係 我們的婚姻會得福 整個人得福 就是用這個恩典來推動人 還有神幫人 是完全潔淨的 神幫人 是完全潔淨的 神裡面是完全沒有烏尾黑暗 雖然我們跟祂有好親密關係 是很潔淨的 我們都可以學習好像神 有這種潔淨的生命去幫助人 我意思是有恩典推動人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是結婚的 或者是單身的 你是很潔淨的時候 你心裡沒有這種污衛的意念 有污衛意念的人 例如你講到一個數字 在新加坡 教會裡的弟兄也有五成 有看網頁 兩成看女性 看網頁 你想像一下 如果基督徒都追求聖結 活在聖結裡面 那種的榮耀 就是神的榮耀在他身上 將見出來 那種多美麗 在教會裡多美麗 天堂就是這樣 天堂是預全聖結的 講到神的聖誠 和神的恩典來推動人 以及走在神的路上 那種恩典的福氣是很大的 我又想講講 你有三個動作 是你有做的 我都想你留意一下 第一個就是 希望你不要介意 第一就是有時候震眉頭 你不知道 第二就是 你容易會看上上股 而你看上上股 眼睛是反白了 不是頭望上去 就變了有這種情況 第三 你有時候睦眼 那你睦眼可以是一種表情來的 不過有時候你睦了一段時間 那這三個是 我會說是留意的 還有今天你做了一樣的 你拿一樣物件是可以放下的 是什麼呢 枝筆 是的 枝筆是難了你的動作的 但是我很欣賞你 因為你會一早做完功課 一早預備完 你是必定要你做的 那個經文 那個藥室是逃避奸淫的 那 我們這個經文可以怎樣去研究呢 我就會時時強調 不只是那個內容 而是神的恩典 和這個人的生命 那神的恩典是什麼呢 其實藥室是被出賣去到埃及 那他呢 很多人來說 第一會生氣 會埋怨神 會疏怨神 但是神是保守他 我們可以說 藥室很有親近神的心 和信神的心 所以他會繼續親近神 但是我自己覺得 最主要是神感動他的 就是神在裡面做功 可能他被他的哥哥丟到坑裡 他在那裡 哎呀死了怎麼辦 是不是要被他殺死呢 可能會很害怕 但是我很深信 神是會感動他 跟他說話 接著呢 他又被賣了 被賣呢 在那裡的路上的時候 可能他裡面都有很多想的事情 但是呢 神又會跟他說話 即是 若失去的過程 他自己有這個親近神的心 但是神也都一定在他裡面做功 以及保守他的生命 以至呢 他的生命去到一個程度 就是說 他珍惜神給他的生命 因為他說我不能夠犯這個罪 得罪神 所以他是 看見神的尾線 神在他身上有工作 看見神的尾線 所以他有這個動力 這是第一 神的工作 神對他的看顧 神為何在他生命做功 在他生命有奇妙計劃 將來大使用 這是第一 第二 他自己本身有神的同在 也有好好的生命 在這樣的情況 當他在這裏做功的時候 辛苦啦 多事做啦 沒有人去諒解他 沒有人看出他 再沒有父母照顧他 而有一個女主人 會以目送情 真是非常難抵擋的 但他裡面的質素就是 神這麼好 我不能夠破壞神的計劃 不能夠破壞神在我身上的計劃 神的心意 我不可以抵擋神 得罪神 即他這個生命是非常美好的 所以他就會在那時候 很多人就會在那時候 會怎樣呢 一次算啦 不斷意啦 讓步啦 但他會有這個堅定的心 他這個堅定的心 有可能他是想定的 想定的 如果有一天 這個主人這樣做 我應該怎樣做呢 這個主母怎樣做 我怎樣做呢 他可能有想過 也可能沒有想過 當時馬上就跑 但是很多人來講 能夠在那時候 拔著他 他都跑呢 這個真是 真是非同 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 普通人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真是很容易會讓步 他是有這個生命啦 第二 有可能他有預備 所以我們自己都預備好 譬如說 你上網 看到色情的圖片 立刻想著刪掉它 即是你想著 這個會破壞我的生命的 就準備刪掉它了 好像一隻先啦 Helen有講到 如果是 你見到一些 令到你會想著的異性 立刻不要忘了 即是已經有了心理準備 這樣的時候呢 這個就會是 到了發生的時候 更加容易面對的 所以藥室是有做到這件事 是他這個生命 所以我不會只是說 外面發生的事 我是會說神的工作 以及他裡面的生命 而我們看到神的恩典 以及我們裡面的生命 我們就會在這個時候 珍惜我們的生命 就會拒絕罪 這樣將經文解釋 就會看到神 或者看到這種生命 就不會 就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